这段时间其实像国民党的主席 这个主席派了副主席到对岸去 到中国去 我觉得发现一件事 国民党自己骂得比民进党还要凶 我说真的 在桃园在地方包含了在中央 所有民进党的这个立委也好 议员也好 没有骂这么凶 可是我发现国民党自己的人骂得超级凶 有啊我们现场有一个维员 维员就是发起人 你说不应该去的发起人之一 不过维员还算客气的 只是他讲话很温和 我以为算客气的 我以为算客气的 我听到很多我们桃园在地的议员 那骂得比共产党还要凶 你知道这去简直就是让我们赤字于死地 你害死我们你到底要怎么样 哇骂到疯你知道 那我觉得很怪 现在朱立伦也好夏立伦也好 他一定很羡慕这个昨天以前的这个林志坚 对那多温暖啊 全党说我就挺你挺到底 没什么好讲的我就相信你 你不就不能相信夏立伦吗 夏立伦奉了朱主席之命到中国去 万般无奈一定有理由嘛 你不能选择先挺吗 一个党不就是这样 人家我们以前刚刚入党的时候 当年我15岁入党的时候 就讲说16岁 入党就说有三种人没有自由 学生啊 居然还有党员 对不对 你真的选择了当了这个党员 你就要挺到底嘛 既然中央决定的事项 无论如何挺到底 不爽你退党 不爽你退党 你就离开 就像我这样 我就退党 所以我什么都可以讲 所以现在很多人骂我背骨 你骂错了 我不是国民党骂我干什么 现在那些拼了命 在骂国民党 这个副主席夏立伦的人 你怎么不骂他背骨啊 这些人骂叫脑袋清醒 于北辰骂就叫背骨 我骂的没有他们凶耶 我还帮朱立伦解释 朱立伦到现在还没有 一封简讯给我说 谢谢你帮我解释 上次徐小金 他还给他一张iPhone 我到现在还耿耿于怀 你知道吗 对不对 我这么努力帮你解释 把整套国民党 未来喂两千三百万人 谋求和平的 我都讲明白了 为什么你没有谢谢我 那些骂你的人 你都没有一点理由 那骂的多凶 你知道说这些人 是去舔共 是去舔共 我不管怎么样 我没有骂舔共 我没有骂舔共 他说我这人是去舔共 那么这一次央视 把这些人 给你做了一个分离 所以央视很厉害 共产党非常厉害 他趁这个时候 帮国民党你清党 你知道吗 他帮你清党 他就说 这一些打着 九二共事的招牌 然后做一些 骑着围墙 准备要 这个亲美 以美 以美这些人 这些人就是 国民党里面的 糟糕的分子 现在对岸的共产党 帮你再清党 再帮你清党 那这些人要不要 表示因为 我不是共产党的同路人 你就退党 你就退党 我告诉你 这一退党不得了 国民党的税数 至少向上增加50岁 对 我跟你讲 这些人如果退党 国民党一下子老50岁 因为只剩下千岁级的 还在 平均年龄出来提高 提高50岁 我想提高50岁 年轻人都跑光了 因为年轻人你看 光是桃园市议员 年轻的 多少人在骂 那天我看到 近平骂得多凶 真的 我那天在家里看到 说哇塞 这个应该是我在骂 面红耳赤 昨天坐在这个位置 有不这个位置 面红耳赤的 骂得多凶 他表示他对这个党 对于朱立伦主席的决议 对于夏立伦 到中国去 他简直就认为 党中央有对他做处分吗 党中央有对这些人做处分 没有 没有 他说没有 我们党中央可以接受 任何的建议 可以接受任何的声音 那你出访之前先协议啊 你出访之前先商量啊 那既然已经变成决议了 已经派到队外去了 为什么 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中国叫你派的 共产党请你派的 为什么 共产党这次下不了台啦 共产党这次被 裴洛西的一个行程 吓得满身冷汗 我讲得粗鲁一点 吓得尿裤子了 你知道吗 那尿片一片都不够使用 要用两片 怎么办 赶快叫解放军出来啊 解放军 我们有歼20啊 我们有这个三冬舰啊 我们有辽宁舰 赶快到台海去绕一绕 所以说他就讲说 我们这次做的超大的突破 让台湾人都吓破胆 对不对 台湾人都在超商里面 开始囤积物品 买水买粮 准备要度过这可怕的五天 最后发现没有 我们那是要来败鬼的 你知道吗 为什么 中原谁要到了 在普渡嘛 在普渡 大家买乖乖 因为你们中国把乖乖给尽了 所以我们就买乖乖来败鬼 你不是我给鬼吃可以吧 对不对 所以说现在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 是为了普渡 他开始造谣 造谣不成 因为现在网路实在太发达了 人家我们在普渡 自己买的食物会擦香吗 自己买的食物 现在会摆一盆水 里面摆个毛巾吗 没有 那是拜中原节的 拜好兄弟的 所以说他凹不过去 怎么办 赶快找个台阶下 就是请你国民党 派个有分量的人 到中国来 来也不要讲什么话 你只要过境落地就好 可是你看一落地 那个时序真的漂亮极了 你知道吗 一落地以后 一点钟落地 马上一点半发布 习近平对台 新时代什么统一的白皮书 马上发布 然后三点钟 马上东部战区的发言人就说 我们解放军 现在整个已经完成了 预期的效果 三点半宣布完成 实弹演习 演习结束 多棒啊 如果夏立言不去 演习就不会结束 如果夏立言不去 中国没有台阶下 如果夏立言不去 这一场惹得日本 美国 韩国都讨厌死 中国的这个军演 要怎么结束 总不能自己打两耳光 说子弹用晚睡结束 不能这样讲啊 所以只好用这个方式 那可是国民党有什么获利 有获利 国民党回来之后 等到演习结束 大家恢复了和平之后 国民党就会在台上 大声的疾呼说 各位听众 各位好朋友 各位观众 请问你们支持的民进党 给了你们和平吗 他们给了你十一枚飞弹 因为中共生气了 只有国民党 可以维护台海的和平 因为我们夏立言 在最危急的时候 背着骂名 背着难过 背着炮火到对岸去 最后换来了和平 所以只有国民党 可以给台湾人民和平 其他的不行 可是我要补充一点 贵来的和平是假的 真的贵来的和平是假的 所以很多人讲说 没有夏立言去没有贵 那是形容词好不好 那是形容词 你真的贵了就不值钱了 你是去表态 你是去当解放军 当共产党的阶梯 让他们下台阶 但是有一群人 真的睡 装睡 叫不醒 你跟他讲说 没有 他们真的是和平政党 他们真的是跟共产党谈 唯一能跟共产党 有共同管道 只剩下国民党 可是我告诉大家 这已经不实用 已经不合时代的需求 所有人都认为说 国民党如果你再去 你就是不是往头上戴红帽子 是拿了一桶红漆往头上泼 泼得全身变得红人 还要用松江水才洗得掉 所以我觉得 国民党年轻时代 如果真的觉得国民党 这么不堪 这么样的青红 有一个办法 就是让国民党的岁数 增加50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